沒有啊 我是來告訴你,我預備不跟你生氣 我原諒你了 你 怎麼啊,你好像很不以為然的樣子啊 難道你不覺得你昨晚說的話很嚴重地侮辱了我 我哪裡有侮辱你 你有 你說沒有人可以取代袁凱的地位,我沒那個資格 你是我當上非常難堪的 你那麼憤怒,好像我真的搶了你什麼似的 而且你的語氣帶著強烈指控的意味 指控我是有企圖有居心的 這是你自己的解釋 我根本就沒有這個意思 信不信由你,我信我信啊 那你還唠唠叨叨這麼一大堆 我是要你知道我的感覺,不然什麼叫溝通呢 你知道嗎,當時我覺得好冤枉 胸口上好像給什麼重重撞了一下 我只想一口氣跑到大門外,再也不回來了 可是我只跑到房門外 瞬間吸了口氣,我腦子就清醒了 我想,當我告訴你是我在夾河桃的時候 你胸上癌的那一下也不清,對不對 夾河桃的故事,是伯母告訴我的 我原來並不想那麼做 可是後來 當我看見這麼一個小小的舉動 竟然可以帶給他莫大的安慰 我甚至後悔自己沒有早一點這麼做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一種簡單的聲音能符慰一個傷心的母親 卻也能激怒一個傷心的父親 你發現夾河桃的人原來是我 你受傷了 覺得被欺騙了 因為那聲音 是屬於袁凱 遲而不能負得的絕望 我無法體會 但是我可以想像 因此我並沒有怪你 你憤怒 是因為你活在現實裡 而伯母他快樂 是因為他活在希望裡 好了,我還要在你們家住上一段日子呢 所以現在我要很清楚地告訴你我的決定 我選擇讓伯母過得快樂 但是像昨晚那樣的事情呢 我可不願意再次忍受 如果我 那麼輪到你做決定了 你是預備控制住你的脾氣呢 還是根本希望我走 我希望你留下來 像昨晚那種失去控制的言行 我保證 再也不會發生了 清清 你好 我好,我很好 你好不好啊 我也很好 你上哪兒去啊 回去啊 我去幫李媽打了一斤油 提得好重啊 來,放我車上 我送你回去吧 來,給我 謝謝 你又不順路 不用麻煩了 再見 謝謝 隔了幾天不見 好不容易有這麼一個偶然相遇的機會 怎麼能就此放過 不然想起來有件東西忘了帶 得回家拿一趟 這下跟你同路了吧 可以順便帶你一趟 不用了 不,真的不用了 讓別人瞧見了 不太好的 還是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吧 你騎啊 不是趕著回家拿東西嗎 快去啊 這樣也不成 當當兩個人套回害臊 怕人瞧見 那又怎麼辦 我又回來了 我決定不回去拿東西了 就是我 我想來想去 還是回家拿一趟比較妥當 小心前面 快去 這次哪兒啊 我要回哪兒去了 來 還是我 想来想去啊 我是回不去喽 回来了 你在看什么啊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哥叫我把这个拿来送给你 送给我的 这是什么呀 他说的书名啊 我家有一座茶园 看过去绿油油的一大片 不就像青春的名字一样吗 所以我哥送你这棵茶树苗 他将来会开花吗 他不开花就拿叶子 将来你们把叶子摘下来 就可以泡茶喝了 是吗 那倒是挺方便的 我说你哥哥真是个怪人 要送就送盆花嘛 送我一棵树苗 还把我比作茶树 我长得像茶树吗 茶树吗 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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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送什么花 给你一笔啊 全都为之逊色了 不管送什么花 跟你一笔啊 全部都 都 都 都什么 都 都都挨 你脖子怎么了 我明白了 是脖子歪了 是脖子歪了 全部都脖子歪了 全部都脖子歪了 好想不想我啊 绍兴 你一个人在那儿做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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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裴大哥在呀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你帮我拿着 裴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不说话呀 上我问他 你的脖子怎么了 没有 我 嫌 嫌 嫌点 脖子也歪了 好 婷婷 小草 你们早 凯大哥 稍微早 你们也起得这么早 是啊 我每天都起得这么早 是吧 对啊 我们每天到这儿带来练两下子 真巧啊 今儿你们到这儿来洗衣服 今儿可热闹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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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 好 好 好看 很好看了 这呢 trig hydrogen Wait forward 好棒啊 真的好棒啊 黑大哥再来找一个好不好 好棒啊 好最后再来一个 谢谢谢谢 现场了 再来表演一个呀 飞大哥 你们怎么样吧 衣服飘走了 回来呀 我来帮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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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飞大哥 小心点走 这个好玩 我也来 这么高难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从那下去了啊 走不上来 走 不好意思啊 好 谢谢 你大哥真是勇敢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天与江南 真是名不虚传啊 好山好水 还有好朋友 真叫人心抗神怡啊 好朋友 你已经当我是你的好朋友了 怎么不当呢 我们救过彼此的性命 这样难道不算好朋友吗 算 算 当然算了 咋还没见到你以前啊 我已经很佩服你了 急得要认识你 因为你跟傅家非亲非故的 但你却敢留下来帮助傅伯伯伯 对了 还有小草 也是你半路给救下来 然后帮助他到傅家庄寻亲的呀 你瞧 你这人还真有点那个 行侠仗义的味道 不过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 哎呀 你就别跟我客套谦虚了 能认识你啊 那是我的荣幸啊 真的 再加上咱们这段日子的相处 你的文雅的气质 有学问的谈吐 更是让我佩服得无底头地啊 所以啊 刚才你一说你已经当我是好朋友了 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太高兴了 太开心了 你真是个真情置信的人啊 总是把心中的热情一股脑的全倒出来 叫人盛情难却 不过请你不要用受宠若惊这样的自由 我真的没有那么好 至于行侠仗义呢 那更谈不上 你看我跟家打架你就晓得 我是既习目了侠也仗不了义 倒是你呢 还有几分侠客之风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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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